老先生拄着拐杖 看着泡水的家园满是无奈 西非国家尼日 八月底雨季报道 首都尼阿美的尼日河 水位暴涨到六点三八公尺 创五十年新高 政府发布红色警戒 家园泡水水又退不了 居民想避难却苦 无欺身之处 政府不给力 百姓只能自力救济 居民自主巡逻队 不分昼夜监控水位 家园的土墙外 也跌上一层层沙包 即使如此 还是抵挡不了大水来袭 尼阿美大多数居民 住在尼日河沿岸 有的房子甚至建在河床上 这一烟多达七万户受灾 四十多人罹难 消防队正在巡视街道 评估灾情 大家新闻 周五先编译